大家好,我是孫韻,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匯豐反彈,加一個問號 先講一下港股情況,今行生指數是反覆覆的 早段曾經跌過一下,去到23,500點的水平,200點的跌幅 期後慢慢收窄,最後全日升25點,收23,742點 成交是985億,比昨天更少 今天市場能夠升,多得小米,升至2% 加上港交所有升,連匯豐都能夠先跌後回穩,成為市場上升動力 只不過內銀,內銀股表現很高 普遍都能夠跑輸大試表現 其中建行跌1.5%,拖累的市場不能升 而且一度下跌近200點 說回整個市場的形勢意知,如何提及匯豐是否會反彈呢? 問號 為什麼說匯豐是反彈呢? 因為匯豐是散戶外股,跌了一段時間 近來走勢可以為一日不如一日,10級以下 今天曾經穿過28元,去到27.5元 走勢都令小顧問心寒 只不過到尾市,倒升一格那麼多 升五線,收了28.75元,升0.2% 究竟會不會出現反彈呢? 從兩方面去說,一方面從大圍形勢去看反彈的可能性是怎樣呢? 從大圍形勢去看反彈的可能性就抱歉說了 就不是太大,因為整個大圍形勢是一般的 原因是什麼呢?就是資產價格在過去一日 就好像出現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形勢 可能是對港股的大環境不利的 從哪裏說起呢?從美國說起,因為美國的情況 無論是政治或是貨幣政策 都是有些麻麻煩煩的出現 雖然剛剛民主共和兩黨達成短期開支協議 在達成協議之後,不至於停擺 至12日,聯邦政府仍然有錢運作 不用停擺,這本來是好事的 但問題是兩黨近期大法官委任人選方面有爭拗 現在市場非常擔心,在這個增壓環境之下 新一輪的救助方案很難出台 雖然知道,美國自疫情爆發以來 經濟一直靠著救助疫情方案 為了大法官人選爭拗 川普就盡快委任人選,親共和黨進去 是民主黨的反對,畢竟你快到了大選了 你這麼快就委任,不如大選之後先 誰拿裝,未來四年先決定大法官人選 所以正在爭拗 在這個情況之下,之前大家衝勁 會不會兩黨在最後一刻 能夠達成救助的經濟方案 令到經濟復甦的勢頭可以維持下去呢 現在大家擔心,難一點了 畢竟已經去到九月末,快到十月了 如果還談不成的話,快到大選了 談得成的可能性就越來越渺茫 所以這個令大家擔心 就著兩黨的政治爭拗 沒有辦法出爐的救助方案 令到經濟復甦的陰影增加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的聯署局官員 最近說的說話,令大家擔心科比政策 是不是大家預期中是超長期低息呢 因為有一個聯署局官員 說的是聯署局的儲備銀行的行長 伊雲斯,伊雲斯就說 首先他說,即使將來時加息 仍然在聯署局的維持寬鬆貨幣的環境 好像給大家定心軟 但是風一轉,他就說 即使聯署通脹率是未達到2%的水平 聯署局都有可能加息 這是他對最近的會議 發出來的意識聲明之後的指引 去解讀是這樣 即使不用到2%都可以加息 和市場的想法 市場認為2%之上一段日子才會加息 他說不到2%加息 剛剛反過來 消息一出,大家擔心 是否貨幣政策 大家開始預算三年 甚至預算五年都不會加息 這個想法是否太樂觀呢 所以消息一出,美匯指數一彈 看到了,這個美匯指數走光了 昨天節目看到,我都說它有上升勢頭 突破了五十千線 昨天說,如果站在五十千線 再多一天,就確認中線轉強 結果真的再多一天 而且你看到走勢,這條紫色是五十千線 已經站在兩天 加上綠色線是甚麼線呢 這條線呢 其實就是頭肩底的頸線 肩,頭,肩 已經明顯突破了頭肩底的頸線 站在上面 換言之,走勢轉強了 走勢轉強 看得細,頭肩底頸線的量度升幅 就可以去到九十五點七左右 正正就是前浪底的阻力所在 也是一百天線的水平 換言之,現在美匯指數是94.1 現在的價格有可能升到一點多至兩點都有可能 換言之,美匯向強 美匯向強其中的解讀就是市場的風險位納 好像縮縮地 大家沒有那麼進取 賣股票方面沒有那麼重手 特別是對申請市場的資金流向有不利的影響 港股的申請市場之一 這個是不太有理 與此同時 亦都有佐證就是看到黃金價格 都是下跌 之前大家一直在黃金價格上升 就覺得大家看好美匯經濟 美匯經濟好,黃金價格上升 但現在跌回頭 已經明顯跌穿了三角形的走勢 現在就是朝三角形的底部 最低點進化 如果跌穿了,更加確認黃金 三角形下跌的趨勢 就會繼續延續下去 跌幅是不小的 現在整個三角形,因為 都有一百多元在這裡 一百多元去量一量 至少都要去到千百元水平 才完成三角形量跌幅 所以也阻止了市場市對經濟的前景一般 的看法 剛才所說的,經濟前景一般 與財政支出沒有辦法增大 以及貨幣政策沒有預期寬鬆 這就是導致的 整個大形勢 有點頭石 加上,昨天節目看過 納斯塔的指數 仍然還未正式擺脫弱勢 昨天雖然升184點 已經貼近 五十天線 想作勢 嘗衝 但是 根據形態分析 一浪低一浪的走勢還未逆轉 起碼要怎樣才逆轉呢 就是彈穿這兩個高點 這兩個綠色墊嘴指著 大概11,300點左右 就是這兩個前浪頂的阻力 彈穿了才確認它的走勢 換言之 整個市場 是隨著剛才說的兩個基本因素 之後又開始轉變 加上疫情的影響都有 加上疫情、政治 以至貨幣政策的有微妙的變化 出現了資產價格的走勢 轉變了 這對港股整個大形勢不利 事實上 港股自己本身都是一般的 一方面 剛才說的很重要的成份股 就是老人股走勢是弱的 見到健康 一浪低一浪 其他老人股普遍的看法 走勢都是這樣 所以對整個市場的形勢是不妙的 加上恒指自己本身都是一般的 今天雖然能夠上升 但是低位一度穿過 紫色箭咀指著的前浪底 換言之 前浪底曾經穿過 這不是好的跡象 根據我的技術分析是一般的 而且這條綠色線已經穿了兩天 連續三天收在下面 這條綠色線就是之前的密集區的底部 穿了連續三天收在下面 走勢明顯轉弱了 所以恒生指數繼續向下的可能性是大的 向下去到什麼位 第一個重要的支持區就是這個 紅色箭咀指著的 就是當日造出的上升列口 就是23089至23539之間 這個巨大的上升列口 其中一個重要的支持區 去看守不守得 洗不到呢 可能會見到226也要見 所以整個大型勢 無論是資產價格 黃金 美匯 以至港股的大型勢 都是不利匯豐的反彈 只不過匯豐自己的 小小的技術走勢 就可能支持他 淡淡都不出奇 當然匯豐的基本因素 都是差的 壞消息 可以說層出不窮 排山島可以來 都不用說了 太多的壞消息 基本因素 但是技術因素 會不會支持出現的反彈呢 都有少少機會 原因是見到這個 就是RSI RSI已經連續兩天 站在18個水平 即是低於20 低於20 是極超賣水平 極超賣水平 RSI 而今天恆生匯豐 就見過低位之後 上升28.75元 倒升一格 一架 音樂足圖出現這個 垂頭走勢 換言之 低位初步 有好友 有承接力 足以抵抗這個 淡油 而且已經 拋離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現在貼上保利加通道 初步有反彈條件 明天 就非常關鍵 明天如果能夠 出現揚足 匯豐 是有機會 出現超賣之後的反彈 當然 這個超賣之後的反彈 初步看 不要太過 對前景看得太好 因為 超賣之後的反彈 即使出現 都可能 32元左右 就會有一個重要的阻力 因為 32元是一個前浪底支持 以至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都是32元 所以 明天如果出現揚足 有機會反彈 但是 32元左右 可能都差不多了 就要休息一休 好了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